百年树木 长青成任 生生不息 威责市民 由十九世纪的民间慈善组织开始 东华三远就好像这棵大树 百多年来 无论经历多少风雨 仍然陪伴香港绝壮成长 守护每一位市民 回顾超过百年慈善事业的开端 就要从广复议词开始讲起 广复议词原本用在安奉吓死香港的先灵 后来以接触战变成露宿者 贫困病人泥流的集中地 环境十分恶劣 构成严重公众卫生问题 这个情况突显当时缺乏针对华人的医疗服务 一群以深公益的华人领袖有见及此 提议集资在议池附近 兴建中医医院赠医施药 满足当时贫困华人对中医药的需求 终于在1870年 在当时政府支持下 香港第一间中医医院 东华医院正式成立 之后广华医院及东华东院 亦相继落成 并在1931年统一管理 合称东华三院 自此东华三院持续发展 成为今日香港规模最大的慈善机构 为市民提供全面及多元化的医疗 教育 社会福利及公共服务 东华三院赠医施药对我和家人都无眉不至 我感谢东华三院 东华三院紧贴社会发展 由赠医施药的传统中医院 发展至今 共有超过40个医疗卫生服务单位 其中包括五间医院 提供约2600张病床 并继续为药细社群提供免费医疗服务 每年受惠人数约有70万人次 同时还提供中西医疗服务 健康普查 福康 牙科等多元服务 以及自行研发的保健产品等 配合政府发展中医药的政策 东华三院近年一方面领先发展中西医药结合治疗 增设社区中医诊所 中央尖药中心等各种项目 为市民提供可负担的专业医疗服务 同时透过开办东华三院北角医疗中心 电脑掃描中心 内视镜中心 综合福康中心 牙科中心等 为市民提供更多适切及斩新的医疗选择及服务 学校不单只教授我们书本上的知识 更加给我们有课堂宴岸的见识和体验 发展潜能 建立正确的人生观 我将来都要贡献社会 传承东华三院的慈善精神 东华三院的办学历史 由1880年的文武庙二学开始 当时香港的华人儿童失学情况严重 在东华医院董事局及华人视身的支持及推动下 文武庙及街坊 让出庙旁的中华书院 作为东华三院二学的校子 文武庙二学 也写下香港教育史重要的一页 开创平民教育的先河 东华三院一直秉持有教无类精神 是本港具规模的办学团体之一 设立了约60个教育单位 包括幼稚园 小学 中学 特殊教育学校 专上学院及教育中心 学生人数超过27,000名 为香港作育英才 东华三院着重推行全人教育 每年举办不同的主题式外访 和交流学习项目 由于海内外学校 缔结为姊妹学校 并与内地大专院后 竞交结盟 教求学生的见识 和日后升学的机会 东华三院 还设立多项奖学金计划 资助学生在本地 内地 或者海外升学 同时也拨款支持 学校举办多元化的课外活动 并设有多项基金 及活动奖学金 鼓励学生参加体艺活动 社会服务及交流活动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东华三院 借力为香港培养人才 任重导远 我在东华三院 上班 大家都赞我 我好开心 十九世纪末 东华医院 已经逐步开展赈灾 师冠赈灵 仪庄 及原植归藏等工作 救济范围 广及本地 和世界各地华人 早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东华三院 已发展出正规 和系统化的社会服务 至今东华三院 共有超过二百个社会服务单位 为家庭 儿童 青少年 长者 残疾人士提供多元服务 每年服务使用者 超过四十万人 安文武庙参拜多年 祈求一家平安 善友善报 每年东华三院 举办的抽策 我都有参加 体验传统文化 东华三院 致力提供高质素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部 主要提供三大类服务 分别为 殡仪和脸庄服务 妙语和祭祀服务 及传统文化服务 合共管理二十四个服务项目 服务所得收入 均作东华三院慈善用途 发扬于传统于慈善的宗旨 东华三院近年积极在妙治服务 引入创新及现代化的元素 令更多社区人士 尤其年轻一辈 体验及参与文化的成全 作为香港慈善事业史上 首个具备西方法理基础的 华人慈善组织 百多年来 东华三院尽心尽力服务市民 东华三院董事局 是东华三院离定政策的 最高中央组织 董事局由执行委员会 协助管治东华三院 核下设有多个委员会 分别监察各方面的工作及服务 东华三院的顾问局 亦就东华三院及有关管理的关键事宜 向董事局提供意见 行政架构方面 由行政总监掌管行政运作 下设11科及1办公室 诚信维持善机构资本 过去三十多年 东华三院一直与香港廉政公署 紧密合作 改善防贪措施 订立严谨的财务守则 实行公平公正的管理制度 我们积极为员工提供多元化培训 以及发展机会 建立高效专业的团队 推动机构持续发展 资讯科技日新月二 东华三院紧贴时代密博 积极开发适切的资讯科技系统及情细 支援各服务单位的发展 同时得到发展局空间数据办事处的支持 本院透过营运地理空间实验室 在社区推动空间数据共享平台的发展 机构多年来的努力和成就 备受肯定 在不同范畴上 均获颁受多个重要奖项 展现社会各界 对东华三院善业的认同及支持 东华三院每年举办多项筹款活动及募捐计划 吸纳更多善长的支持及捐款 实践服务社会的承诺 在疫症期间 东华三院凝聚社会各界力量 筹集物资及善款 推出不同的社区抗疫措施 向社会提供适切及有效的支援 在东华三院举办过的筹务活动之中 最为人熟悉的 相信是长寿电视筹款晚会 欢乐满东华 为善最乐福有由贵 东华三院首创 欢乐满东华 是香港最长寿的电视筹款节目 深得广大市民的支持 善款数字屡藏甚高 贵责社群 此外还举办卖期日 慈善粤剧晚会 周年慈善晚宴等筹款活动 及推展多项捐助计划 让善长能够透过不同途径 踊跃捐输 各项筹务活动的直接开支 以获董事局及冠名赞助人 全数赞助 不会从公众善款中 扣除行政费用 善款全数拨用于 东华三院的服务 令市民捐赠的每分每毫 发挥最大效用 东华三院是见证着香港历史的发展 而且一直以来它是担当着 民物保育先导者及守护者的角色 也都肩负起文化盛存 及推广的责任 东华三院致力保存 整理和研究机构历史 历年来 东华三院亦因应不同的需要 修复核下的历史建筑 保育建筑文物 2010年 东华三院成立档案及历史文化办公室 负责管理东华三院文物馆 及东华三院何超霞档案及文物中心 推广文物保育工作 及提供文化服务 为了多方面开展全城工作 东华三院近年先后推出多项重要的文物保育计划 及公众教育项目 推出珍藏、分享 东华三院文物馆档案网站 也举办与历史有关的大型专题展览及讲座 让大众进一步了解东华三院的历史 东华三院继续与时并进 开创多元而优质的服务 令更多有需要人士受惠 医疗服务方面 东华三院会继续提供免费医疗服务 推动医院服务发展 优化医疗设施 提升诊断及医疗服务质素 托展综合复康服务 又成立新型医疗中心 加强专科服务 乳癌西检服务 大腸癌西茶服务 及牙科服务等 又会继续安排到效流感疫苗注射 及响应政府呼吁 推动2019冠状病毒病疫苗接种计划等 托展社区中医服务 本院会继续培训中医人才 扩充中医流动诊所车队 推动中医药的长远发展 也会继续推动及支持广华医院重建计划 教育方面 东华三院将会致力提升教育服务水平 属下超过30间幼稚园及幼儿院 均以参与免费优质幼稚园教育计划 提供更优质的幼儿教育 又会进行多项校舍及设施优化与更新工程 并会运用高新科技 积极提升教学硬件及支援 我们将会继续举办不同主题 多元化的学生参访交流项目 也会资助学生到境外升学 扩阔眼界 社会服务方面 东华三院会继续为年轻长者 青少年、家长等不同群体 提供适切斩新的服务 也继续引入创意科技 更设合服务使用者的需求 提升服务成效 东华三院也积极善用艺术、运动等媒介 促进残障人士的福康成效 东华三院会继续发展社会创新服务 以应对社会问题 兴建及营运过度性房屋项目 也会托展社会企业 助约细社群就业 令不同人士互相了解、学习 攜手努力 缔造一个更融和美好的社会 善业、风谋、复杂、社群 东华三院这棵百年大树 扎根一方土地 造福千家万户 无论未来如何变迁 东华三院会继续坚守信念 救病、请危 安劳、复康 兴学、欲财 扶忧、道清 迎向未来 东华三院会继续以社会福祉为以归 凝聚广大市民的爱心及善心 一同攜手帮助约细社群 超过一百五十年来 东华三院揭成为香港市民服务 同州共济 互相扶持 作为新一届主席 我深深感受到任重道远 我承诺会带领团队全力以赴 尽心尽力 服务社群 传承东华三院的慈善精神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东华三院 贵守行善 每一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